大家好 今天是5月14日星期一 市值六年升 早完高开之后 一度上升到31592点 真是符合了我早前的大市 要夹上31500左右的水平 相对上周一的低位 从29791点来说 由上周一的低位到今天31592点 短短在六个交易天之内 指数累积的升幅是1801点 你说小一点都不小 问题就是来到现在的水平 短期后市的看法是如何 首先我想强调一件事 指数在技术上已经突破了 第一已经回到10、20、50、100天线 而且这一分钟距离100天线是比较远的 最低限度跟我们说的大市 这一分钟已经摆脱了逐沉底的弱态 再说了 整个技术上的走势 已经出现了一个逆转 先低后高了 剩下的交易天只要大市平平无期的话 理论上1800点的波幅也好 1600点、1400点也好 它都还是先低后高的 问题就是来到现在这一刻 市有没有足够动力再走上去 事实上看过去整个星期 但是绝大部分的交易天 成交金额都是一千亿或者下 那就是说动力那方面 不是那么匹配的 市没错是已经摆脱了逐沉底的威胁 但是在动力那方面 不是足以是可以发展成为 新一轮的中期升浪 起码现在这一分钟 以一千亿的成交金额阻紧 是动力是不够的 那取而代之呢 市会进入了一个整固等变的架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今年的大市的高位 是1月29的33,484 其实由1月29到现在 头答尾已经整14个星期了 以一个中期调整运行的时间 是差不多的了 那问题就是 你整个中期调整运行完了 不是代表市 即刻会爆发新一轮的中期升浪 它是会进入一个整固的区间 这个整固的周期呢 其实来说可以是两 或者甚至三到四个星期都不定 那期间来说呢 无论市场怎样反复都呢 它就不会触及 或者试到整个调整周期的低位 这个低位是多少 29129点 它不会碰到的了 因为已经过去了 那之所以是不明的因素 其实来来去去呢 都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事件 那也都一直以来 我都维持了我自己的看法 雙输的游戏呢 是不会维持得太久 那就是说最终 一定可以通过4466 谈谈的 只不过就是 既然你没有进一步的坏消息 也都没有一些不明因素组成的冲击 那在三万点左紧 或者下面做空仓的淡仓呢 一定会慢慢慢慢回报的 你试试不回报 去到后一个阶段 很多南投会工叛业绩要随正的了嘛 赔了股价呢 要赔了股息 没有人会做这个动作的 所以在一些回报的买盘 浸浸地推升之下呢 大市呢 技术上是有去突破 但是新一股的动力呢 又未出现 所以形成了大市呢 以猜坡的性质呢 在高台持续整固 那么技术上来说 暂时的阻力呢 或者目标呢 应该是3月21的 21,948点 过到这一关的话呢 理论上上网就是3003,484 但是要补充一句 如果成交金额持续都是千亿的话呢 老实说 香港的市呢 是整固略大反复的机会比较高些 起码暂时的看法是这样 好了 今天讲到这里